今天那個題目是相當多的 但是陳博士首先有些事情要跟觀眾說聲 陳博士你先說聲 我們題目多 當然是因為我們找到資料的能力提高了 所以開始就特意都要多謝一下 各方海內外的聽眾去支持我們接受 我發覺有大家的資源支持之後 有一些科學新聞是在一些比較大的期刊做專題報道 而是需要付錢去看的那些 我現在比較可以妥手可得 很容易看得到 所以有好東西就一定要有大家支持就要交貨 所以你會發覺我們的題目都是多的 我有個問題想問你 其實現在我們看的那些報道 那個技術含量去到多少呢 因為有些我自問我看得明白的 但是那些算不算是那些所謂科普的還是 舉個例子 例如Nature有些我都看得明白 但是會不會現在還需要我們做這個節目 去到一些真的挺技術的報道呢 其實是這樣的 大家都很奇怪 無論你說最尖端的期刊 或者是一些普通的科學雜誌都好 他們都期待就是將那個信息能夠比較有效地傳出去 雖然就是大家的對象聽眾有不同 譬如我找到一些真的行內專業的期刊那些 那你真的有這麼多的學術的訓練你才能夠看得到 但是如果你在走去譬如自然雜誌 其實就是自然的期刊 意思就是說 他有做科普新聞的 所以那些你搜尋譬如Nature News 你就會看到一些可能大眾都相對容易看得明白的東西 但是它下面給你那些這樣的參考 和那個論文的那個連結 你按下去 你就會出現一個情況 就是自分開拆你是明白 但是拼了一句你不明白的那些這樣的東西 另外 這些就是 譬如大家支持我們節目 其實我很容易就去看一些什麼的期刊呢 自然期刊 另外有一個叫科學 這是最頂尖的兩個 有些相對比較是沒有那麼影響力大的那些 但是也都非常厲害的 如果你說到那些分子生物技術 有一個叫cell 細胞的cell 這些是很頂尖的 這些就是提及期刊級數量 由專家去每個禮拜 突然間研究到些什麼他就擺出來的 另外有一些如果真的要新鮮滾而辣的 除了是普通新聞之外 在科學學界裡面 我們找一些叫preprint那些東西 我也會有時候要去那裡找東西的 因為有時候它的期刊 還沒正式刊登出來之前 它放在那個叫preprint那裡 優先搶先去發佈 那裡就會有很第一手的資料 但是那裡通常沒有人幫你去解釋這件事是多麼重要 多麼重要 那就真的要靠你的專業訓練來做判斷了 另外我經常會看到什麼叫Scientific American New Scientist 這些也是要付錢去訂的 其實如果真的要新鮮滾而辣最豐遍的那些東西 所以看到大家在支持之外 我們那個頻道的訂閱人數一直在上升 另外就是財政上的支援 另外當然還有打氣的說話 我覺得非常感謝大家 所以我們都要交足貨了 但很不幸地 以我這麼多年的經驗 中文的科學的新聞渠道相當之少 其實都是那個市場的問題 其實過往我很多都要依賴台灣那些資料 但是你看看就算無論是小牛頓 到現在講最新的那個要參考美國Scientific American 那個叫科學人 就不再出紙本 只是出網上版本 有些你可以看National Geographic 但是經歷那個翻譯時間 始終就是一些東西沒那麼update 就是第一手資料 你都要看外文的資料 但是偶爾 我都會找到一些 是來自中國大陸的第一手的 但是其實中國大陸的科寶能力 都還是跟那個台灣有一段距離 但是就是它 開始有一些它的第一手資料 去有一些新的 勁的研究發現出來 但是都非常值得看 但是你要去明白了解它 都需要一定程度的科學訓練 是啊 那個中文科學寶界有timelapse 它也很簡單 因為那些事情不在這裏發生 是啊 在英語界發生 所以第一時間就會知道 你要翻譯 再一天時間 兩天時間 所以我們去做這個節目 當然這個是首先是陳鐵文博士 但是我自己也有看英文方面的新聞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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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估計是真的只是台掌在這裏聽我的話 是不是 就是你要有那種觸覺是很重要的 那這裏說認得好 我不敢說自己是能夠做得最準確的人 但是在我自己有限 就是我們有限的能力和知識 接觸到的範圍之內 我們就盡量將這件事 就盡快去變成一個我們懂得的語言 不是只是說廣東話的語言 就是大火箭撻到Q 這個我覺得很奇怪 因為大家知道現在在美國 其實民營火箭的發射的技術是相當之高的 比如SpaceX 但是這次NASA我想都很沒面子 就是在之前大家都看直播的 但是最後一分鐘就竟然引擎出事 那我們不一定去理解到那個技術性問題 也都未必最重要的 但是我們首先要問就是 這次NASA將一個火箭射去月球 理論上不是新東西來的 它這麼張揚 這麼重要的生意 其實那個意義在哪裡呢 這次的項目叫ATOMIS 其實我不知道中文正確的標準翻譯是什麼 可能要靠台長幫忙看看 但是這個翻譯名其實不重要 但是又不能說不重要 美國每次命名這些太空任務 它背後是很喜歡用一些希臘神話 那些典故來去反映這個任務本身的元素 有了 找到了 這個是羅馬的一個神 其實就是希臘那個Diana 是的 是的 其實你看看典故 你大約知道她的任務是做的 月亮女神 月亮女神 明白了 是不是 這是一個登月計劃 是不是 月亮女神 另外以前有些叫做Galileo Mission 就是發射人造衛星去看穆星 最開創先河看穆星 看得最仔細的是加利亮 所以那個任務就叫Galileo Mission 這次認真又去再看這個月亮 所以又找一個古希臘 古羅馬的神的名字去明明這個任務 所以我剛才說那些名字不重要 其實我都要馬上收回 馬上要殺小孩 這個失敗我會覺得是不是沒有面子呢 我會覺得你如果不行 硬上爆了還沒有面子 因為其實現在雖然說在幾日前 決定殺停了 星期一他決定殺停了 不發射 但是好像說今天星期五就會繼續 他現在就說星期五會繼續 其實有一點技術上的東西我嘗試明白了 我都是根據他提供僅有的報道資料去講 就是他那個發射火箭裡面 其中一個負責控制那些噴流的活塞的活反 類似那些叫WARF的東西 就是你類似心臟都有一個心反 他那些要控制他的流量的其中一個活反 就不是太醒目 於是令到他那些不同的燃料那個倉裡面的溫度 不在一個合理的範圍之內 其實這件事可大可小的 你的噴柱做得不好 你想想一下如果是你的車噴柱做得不好 你的車行得順極有限 甚至乎就是有些地方不合理的地方壓力高了 那個東西是會爆的 就是說這些東西是可大可小的 所以我覺得他們發現這個問題 當時發射之前的時候就是說 這件事可不可以在兩個小時內處理得到 結果在兩個小時內處理不到 接著決定發射任務取消 就押後到似乎就是下一個合理的發射日子 就是這個星期五再試一下行不行 所以我們下個星期很期待 去追蹤著他的發射任務是怎樣 但是有一個比較標誌性的訊息 要講的就是這次代表著美國重返登月計劃 有這樣的意義在這裡 我們如果說1960年代 1970年代那些阿波羅計劃 甚至乎已經拍成了電影 就代表著美國國力的強大 但是這次不是純粹為秀肌肉而秀肌肉 而是每一個計劃都希望有一些創建 有一些新的東西是之前做不到 而這次我們可以更輕巧更容易做到 來獲得更加多的知識 那這個Artemis這個任務呢 其實主要就是上月亮的一些 我們以前沒有去過 而且是相信有很多得意新發現的地方 那譬如過往的登月計劃 你上到去就厲害了 但是這次之前呢 其實我們在以往的集數我們有提到 我們都很肯定月亮的南北極 是會出現一些會有固體兵的一些情況 那如果我們來遠用日照衛星走過 見到有 我們不如真的派人去看看 其實不只有這個原因的 再加上就是我們都似乎知道 在那些月亮南北極 和一些太陽曬到和曬不到的邊緣位置 反而氣候是比較溫和的 氣溫是比較適宜的 甚至乎在2、3個星期前 我們似乎就在說 他發現了一個地方 早晚都大約是 不要說早晚了 整處都是大約是攝氏17度左右 是一個地孔來的 那大家很多遐想了 會不會可以建立基地呢 會不會在那個基地附近很容易找到水呢 或者那裡有什麼資源呢 然後就是我們會不會很容易建立到基地呢 建立到基地之後 會不會方便我們進一步其他的探索呢 所以就是你很多的問題 是很值得我們有一個新的登月任務去做的 那這次Atomis這個任務呢 他就不像阿波羅那樣 這次是不在人住的 但是如果這次成功了 有些重要的發現整個飛行是沒有什麼問題的話呢 那基本上就下次就派人上去了 就是他很有趣的 整個軌跡你由地球上了之後 他當然他會找一個地方 就停留在月亮的周圍的位置圍繞著運轉 然後中間也會下去又上回來 就是又要去走 去兜它 又要降落又要上回來 就是整個程度好像一個 真是好像我們去機場接人一樣 整個過程就是這樣 希望能夠好好地預演一次 還有去看一下上面的環境 用機器去展示看一下 可以就是說這個任務就是 新一代 就是21世紀美國對於月亮的新一代的探索 那我覺得幾次一個性質就是 現在幾次是我們來 就是好像一些人類以往 準備去南極去建立基地的那種任務 不過這次的對象是說 就是月亮的南極不是地球的南極 那這個在事前大家還沒看到 那個是一個這麼重要的政治上的行為 因為剛剛我們做節目那天 就是戈爾巴基夫逝世了 那我們最初其實我們要回想 就是為什麼會有登月計劃呢? 據我所知 就是我看到那個歷史書是這樣說的 是剛剛因為那個時候 美國就輸了給蘇聯在那個太空競賽裡面 所以剛剛那個新上台的總統 那個無厘頭的 他自己都不太知道的 我們去月球了 那當然真的 是不是真的這麼簡單呢? 那個時候是說美國是要特意跳步 就是有一些原本那個登月計劃 我隨便作個數字 要分13個階段去做一些事情 有些是直到中間跳了去 就不行了 不可以這麼慢慢做 要跳著步來做 就是要這樣來追趕蘇聯 因為蘇聯其實它當時就是 譬如你說派人上去太空站 繞著地球轉那裡是領先了美國的 但是背後的犧牲當然大 那同時間就是美國也都想在這個競賽參與 但是我們那個時候也看過 我們幾年前不是有一套戲 《The First Man》 就是港登月計劃第一人的故事 其實就是它是搭著前面的人的鮮血 來去參與這個 因為當時最初波羅計劃燒死了 靠人 是的 其實蘇聯也都非常多 但是美國就是說 你要一下子展現到你 都是比蘇聯不強 你就要靠上月亮 不只是人造衛星 你想想著差不多那個時候 就是蘇聯 不只是在說派人上去太空比你更快 是在說它爆一顆核彈都比你更大 是不是 然後那時候在說那些叫做什麼 沙皇炸彈那個時代 是不是 所以你就看到之後那段事情 就是為什麼美國這樣適量去追趕 但是現在今時今日 美國當然看到其它國家 在登月的技術上面 就是追趕都上來了 但是這裡又要搭一些都要說 跟那個民間SpaceX那個有什麼分別呢 始終SpaceX沒有參與到這個級數的太空探索 SpaceX很多東西都還是扔一些上太空賺錢 那個程度而已 就是比如派人上去環繞地球軌道 射一些東西上去變成衛星給你用 但是真的去到第二個星球 找東西給你的那些 就是SpaceX他的老闆想做 但是你說正正式式自己去參與這個探索 這次有他們的參與 但是他們不是自己免不起這麼大的project 始終這些我就覺得 在這個階段 NASA和這個SpaceX的合作 就會達到最有利 最有利的成果 那你要看一看 因為這個project Orion 就是獵戶佐的那個名字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根據這個報導 是2024年 就是後年 就會帶太空人上去 這個牽涉另一個問題就是 究竟美國是不是容易 在月球發展一個月球基地 這個是相當之重要的 那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下一個環節要講的就是 黑洞的聲音 這個真厲害 我們下一節再回來 好呀